董事長,書有數字,詞曲,詞曲,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 好!天羅寺網開麥克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那些天狗遊戲 到現在呢 仲未有人打到一局過 出現了贏五百分如上 現在又加多一個程式給大家 我自己曾經輸過一局輸四百分 如果有人打到一局輸四百分也有獎品 你贏就未打到 為什麼要做這個呢 輸也有獎好不好 因為世間這麼多遊戲機 我們研究過 你又不可以叫人不玩 為什麼你不去介紹他們 玩一種有思考能力呢 好過打那些怪獸 古靈精怪打到你 晚上的腦袋會亂 還有你的思維會破壞了 所以你就介紹這種打天狗遊戲 它有陰有陽 有文有武 還有它是正式的中國文化 從宋朝下來的 對手三個人對你一個 是三個電腦來計算 看你出什麼牌呢 來折你的 三家對你一家 三家對你一家 當然它也有它那個僵化的 電腦始終它也有僵化 有固定程式 它又不是固定了 這樣變成你可以慢慢訓練你自己 那個思考能力 會不會不打 或者打 或者留文 或者留武 那裡要想的 你拿天狗 對方第一隻的時候 你要留什麼牌呢 那時候真的你要想的 是啊你要想的 要猜的 真的猜的 因為你天打不到 要怎麼掃的 人家出隻腰雞 你留在天 對 五仔你都打不到 所以你要想的 所以你慢慢 你玩這個遊戲 就說 將現在世間 會傷害了人的電子遊戲 擺回正面一點 你的思維會擺回正面一點 大家慢慢玩 慢慢玩 你可以知道 原來中國那些人的 國師 那些軍師 為什麼這麼靈活 是有它的理由 即是它很快的反應 它有跡象可循的 變成你在世間上 你不容易中招 給那些保虐黨 這麼容易被人打電話來騙到你的錢 那你唯一 你不想被人騙 就是你要教聰明的人 那你亡憑玩這個天堂遊戲 那些人會聰明一點 即是觸覺敏銳了 這個都是社會工作 我們不可以說 像國內那樣 現在全部的遊戲都禁止了 這個又難 那你唯一將它正面一點 那大家可以玩一下 那新的題目 就是你一鋪 一鋪 你一鋪牌 輸超過400分以上 就通知我們 有獎 都有獎 都有獎 輸得爆炒都有獎 輸得爆炒都有獎 輸得多都有獎 我最多贏800多分一鋪 輸呢 輸輸400分 剛剛四百分 都輸不到800分 我是 它是很奇怪的輸的 就說 我淋了幾鋪裝 有人 腰雞被人擒到 累我輸400分 你擒到我的雞 譬如我擒雞 擒正我輸 那就該死了 我不是 是別人擒到 但我都要輸四倍 那無端端輸400分 如果你遇到這麼幸運 你都算厲害 你也有獎 有獎 另外 我們那些藝術畫 一直在出街 因為它寄來給你 都要少許時間 還有我們遲了些 沒有時間 因為 我們最後那陣子保護膜 要等它乾 要等它乾 那些塗料 它要自然乾 所以我們不可以找封筒 看乾 可以的 所以有時間性限制 大家 已經寄出了 有些十月幅 那些寄出了 可以看一下你的積分 天狗的積分 那些照片 那些出貨的照片 可以看嗎 我們有些放出貨的 例如說出貨的照片 都有在 你看看積分 我有兩個積分給人看的 第一個 就說在這個天狗程式 我在排名榜 最多分的 我排第二 第一個 就是百多萬分 我相信它打了很久 我打了三十多萬分 現在我自己另外 身體勞組有十萬分 但我追不到它 有陣子追 也沒有意思 它用我的時間 就會存到 第二個就難了 大家看到 我連莊是連十七個 排第一那個 是連了二十三個莊 林莊 連了二十三個莊 我是連了十七個 它現在 你的天狗後面 有紀錄 大家按回頭 就看得出來 排名榜紀錄 另外 我就有三個 連續打超過一百分 贏 一扣八二 一扣一百八十 一扣一百零幾 三個 連續都贏 百多二百分 最近有一扣 就打超過三百分 那樣 放上去 大家看 即是說 代表一件什麼呢 就是大家都在世界運作 大家都面對世界 面對這個人物 面對這個社會制度 等於現在你面對一個 這樣的遊戲機 天國遊戲機 我是人 你是人 為何我可以打到這個程式 等於我走出世界 但是為何會賺錢不贏人呢 就是你自己要想 大家都面對這個 這個提醒 不是厲害與不厲害的問題 你提醒你自己究竟 你在哪裡會疏忽了 現在很少人會反思自己 只會說 我不好運 我… 這個錯的 大家同等面對社會 你走出社會 一樣遇到那麼多人 那麼多成 為何你會認識到那些壞人呢 為何會認識那些壞人呢 為何會認識那些壞人呢 那些好人你認識不到 就撞不到你呢 是否你自己的問題 去尊撞那些壞人呢 好人你就不去撞呢 是吧 放假那天 有人找你去游泳看書 聽音樂你就不去 那是要找那些 那些古葛仔仔店 那些你不怪得人 其實全部都是個因果 大家希望 我這些遊戲機 是一種社會格路來的 希望大家反省 這個社會是很公平的 我遊戲機放在那裡 大家一起去打 那時候我打的那些 車的分比更高 在那遊戲機店 即是開車那些 開車那些 那些是好玩的 第一、二代我都贏 那時候有點賭錢的 第一、二代 但那些是很死的程式來的 他到時就出來的 總之你很記性 知道那些畫面 你就可以預早做定動作 等他來的 但這個就不同 這個就有很多變化 因為三個人打你一個 那你每次拿這牌 陰陽不同 所以我覺得這個天狗 可以訓練大家的反應 和思考能力 和你又不會說 貪性不知輸 有時你拿得很漂亮的牌 以為是威個威士忌 除非是武董 是呀 那幾個牌很漂亮的 都會炒 你拿文字 炒炒炒 炒炒 很邪很邪很邪 很邪很邪 你都會炒炒 炒到離譜 不應該炒的 你以為都會炒 只會炒 你以為贏少一點都不用 但會炒 所以是很Interesting的一個遊戲 最重要的都不是玩 最重要的 你會看那個世界 但是你打算贏那一局 你會輸的 所以你真的要小心 等於你投資也是 做生意也是 寧願你都要有危機感 你想不到 那鋪上去給大家看一下 給大家看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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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毒坦 иков Ю celul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消息吗 çã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o老师都没有消息 所以想不簡單 醫學當然不簡單 精益求精 因為那天我貼了一個通識給人鼓 就說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美女 我就很久之間和她醫了一種暗病 就半個小時 她看了很多 因為她們比較洋化 只是看西醫 我不是找中醫跟她醫 她有一種暗病 叫人不猜究竟是甚麼病 原來她自己心底下有個願望 她說如果有人幫我解決她這種病 應該就會嫁給這個人就對了 真的這樣想她自己 她糾纏了很多年 給那些人猜 給那些木方班的同學猜 沒有人猜到 就是暫隔 所以我可以這麼快去醫 不是找醫生醫她 我帶了她去太子道玉德池 找我那個專修腳甲的老師傅出來 她的腳趾內衫 內衫了進去 內衫了進去 她是暗隔 一批了就當堂馬上送光 那她以前沒有批過 她都不知道這些常識 她只是看西醫 西醫就給你止痛針打針燒鹽 她經常扔著 痛到糟糕 但問題是這樣 她沒有受過嗎 沒有啊 她就是沒有這些常識 世界就是沒有就沒有了 你都沒有 等於現在你世間有很多學問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 就算現在我們幫很多人手 撞彩治療的人 其實很簡單 她真的斷了Fuse 你家裡的電視機 在電視機有個盒子 或者斷了Fuse 你不知道就不知道 等於以前我的汽車都是 在那個分火線 一批了線我開到 接觸點不好就死火了 接觸點不好就死火了 死火你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你那個斷證是最難的 整車都是的 究竟她為什麼會死火呢 看不出來 那你真的站在那裡 也不是沒有電池 也不是沒有油 是不是 那你真的站在那裡 都不知道在那裡 所以人體都一樣 人體跟那些機器儀器都一樣 看你的電腦 搭了機 哪裏出事 你不知道 是吧 所以是一樣的 其實世間道理 所以在我們那個佛學功考名 到你讀完之後 你研究下去 你看世間的事 差不多 萬變不利其中 所以很敏感 介紹我們那個功考名之後 講那個數以五名之一 那大家 那些網友 或者那些 聽眾 聽到呢 你教那些子女 或者年輕人 讀完書呢 你的頭腦轉得不醒啊 或者觀察力不夠呢 一人問 怎樣加強那個觀察力 或者那個分析能力 那你們可以看上網 炒一本書 就算 因明入正理論 原因我因明白的明 正當的正理由的理 論點的論 因明入正理論 但要看註書的 如果你找不到雙歧羅的註書 你先看著 有機會你看雙歧羅的註書 或者上我們的網 都有人投入了 雙歧羅的註書 就比較寫得好 如果你看正版的恩明論 陳拿寫的本《印度》是新的 它超過了希臘的邏輯學 因為希臘的邏輯學 是看世間事情的現象 那個邏輯去推算的 但是印度的邏輯學 世界兩大哲學邏輯系統 印度的邏輯 推到你眼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斷鼓的 但斷鼓也贏你的 斷鼓也贏你的 斷鼓也贏你的 是的 斷鼓也有機會贏你的 那個 好了 你看完之後 你當然有很多世間學問 再一經過Meditation 你就可以將世間學問 和它合為一體 那就是法學 這個就是正式佛學 為什麼叫佛學 又不叫哲學 又不叫科學 就會多了一套 恩靈論和Meditation 加在一起 和世間的學問 三位加在一起 所以你一看就知道 那件事情變得比較好問問 大家不妨要看 我們知道有些常識可以教 這些學校不知道的 老師都不懂 他們的理由是為什麼呢 他們很多人有些錯覺 就看印度人家不起 你說的名字 他不知道是什麼 你一說阿差 他就看人家不起 但它五千多年的文明 有很多東西他們比較收藏 特別那些數學 你想想我們現在用零的阿拉伯 數字都是印度人發明的 全世界的象棋都是印度人發明的 去到每個國家 你自己演繹不同 實際是它是始祖來的 另外世界的魔術 也是印度人發明的 魔術 就是找人留親 所以大家不可以輕視 所以為什麼他們現在去到 在世界金融Ibank市場 那些基金公司那些渣盤 大CEO多數都是印度人 就是這樣 他們在美國英國讀書 那些常春藤大學 贏你的人 贏你的贏你的 特別在印度的理工學院 不輸給你哈佛他們 絕對不會輸給你 絕對不會輸給你 大家要雜思講益 不要先入圍煮 以為自己吃很多東西 有什麼問題 這個癌症那麼恐怖 那有什麼 搞到這位都衰竭了 這個等時間 等時間的 悲劇人物來的 生不奉事 現在日日那些外國報紙 外國電台 那些外國元首 就叫共產黨 給他們出國衣 你覺得多什麼 那些人都像這樣 我貼上來 就問一些網友 在網上 我如果你是做習近平 怎樣處理這件事呢 那大部分要怎樣說呢 無法達到那個重心 如果是習近平就不應該被這些事情發生 如果我是習先生一定不會被這些事情發生 因為這個是政治犯來的 當然你為零八憲章已經放在他床 即是你語言入罪 但既然你說他在下面 因為中國還有一班很左的人拿拳 大家要記住中國還有一班人拿拳 他的思想是很左的 為什麼要左呢?他是害怕的 因為他知道世界上剩下一黨專政的國家 都不是多少黨 沒有哪幾多黨 是北朝鮮 有幾多個國家是一黨專政呢?都少了 非洲也沒有一黨專政 很多走的民主 中國共產黨自己知道跟不上世界的潮流 他唯一他要保命的一個黨的權力 他就死掉了 你一挑戰黨的權威就殺不死 這個是他國情的遊戲規則 你外人不知道遊戲規則就沒得說 你劉曉波在裏面生存的人 他知道遊戲規則 他知道遊戲規則 最初他跟六四搞的時候都沒那麼能盡 到後期他 我們看歷史 有些美國基金支持他給了些錢 給了些錢做活動經濟 搞事就害死了 大家也要小心 那些鬼佬現在透過外交渠道 那些總理出來抽水 叫你中國政府要放人 他明知你不放 他慢叫你放人 將來他一定死的 不熬得會多久 現在去到這些光神衰竭 一定死 他就加強了你共產黨 當你重甫胎是殺人犯 如果你放人的時間 在中國共產黨的立場 他覺得你削弱他的權威 鬼佬看到你的弱點 你不會接受放人 他故意叫你放人 但你放了他 他被外國醫都醫不了 所以沒得醫 不是沒得醫 有得醫 人們不相信你可以這樣醫 不相信可以有得醫 是最慘的 在觀念上不相信你 特別在西方世界 他維持西方醫學的權威性 但我們不做這個工作 因為他的理由是 在宇宙的生命軌跡運行 有他的因果時空的位置 你去干擾他 是沒有必要的 沒有必要的 那會不會說這件事 令到中國更加進步 那些鬼佬就是妄想 他不安全的 他自己黨內都不安全 那麼多貪官腐敗 那麼多利用權力鬥爭 你全部都中國解決不了的 最近比如說他搞很多問題 有人問我 究竟大家市民 很多傳媒 很多群眾 就算土共 或者左派人士 或者中聯版的幹部 大家都知道 這個香港港獨問題過去沒有 是梁振英別三上場有 還有他們晚成就說 有勾結外國勢力來搞香港 有些敵對勢力 這是廢話來的 那如果外國勢力搞你 就不是今天搞的 二十年後 一回歸金融風暴 成幾人上街的時候搞已經倒閉了 是吧 那時候不搞呢 在那個時間上 但這些理論 共產黨知道的 不用我們多說 他們分析了知道 是他們自己黨內的矛盾 有人想搞事出來 扯習近平先生下台 是一個權力鬥爭 他們知道的 那既然知道 又有很多他們搞 你沒辦法 因為他就是制度上的問題 等於以前江青搞事 每個知道這樣搞死的 他一樣可以搞到 就是他那個政治制度的錯誤 他做了一個文革小組的副組長 他除了毛澤東說他不到的 那時候 等於現在你將一江做了 港澳協調小組組長 習近平說他不到的 他拿了裝的 分了工 等於你中心宣傳部 你習先生也隻手倒不到的 不是你管的 所以他那個共產黨的政制設計 是很扑街的 所以為什麼他現在習先生 又要收權 又要搞這麼多委員會 管完精鬼 又有一身法改革委員會 做多少個小組的組長 來崩人給你 化身都搞不定 分身都罰術 但都死了 現在我們中國很危險 因為還有一些人 唯恐天下不亂 最近我們收到情報 又收到一些 在國內投資 還有做一些小型工廠的人 每一個行業都是 有人打個環保招牌 嗯 對 周圍的茶廠 變成那些廠 一去到他們 他們遲些不做 他做了規條給你 嚴格執行 如果一執行 你就會死人 遲些不做 就不用死 現在的廠 立即執行 如果他做這些動作 這些人 他沒有評估到這樣做 影響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危 他有什麼居心呢 這個真的要小心 第一 他中了鬼佬招 鬼佬招 就是用這些環保的問題 來打壓你的落後國家 不讓你發圍 讓你拖慢了你 如果你照足鬼佬的標準來做 你會破產的 他們有錢做得 你明白嗎 現在譬如說 你每個家庭買一部清新機 萬多元的 要減完一隻水雷水器 要洗幾片的東西 你大佬租也沒得交 你還要交 你還要交 你交給你 你交給你 分期付款 你搞環保 那你就死了 你即死了 你搞就死 不搞就死 那究竟現在你中國環保部門 究竟你有沒有評估呢 有沒有評估你去拿到這麼正來做呢 那個社會經濟會崩圍的嘛 那些廠都繼續收拾 那些人失業 沒有工作 地方政府沒有稅收的嘛 是不是 所以就很慘的 大陸 他做任務給你 那些幹部 你不敢不去做 做一張清單給你 一二三六七八九十 你是不是有多少條件 違規罰錢 或者叫你一開廠 要跟全部糾正 要這樣做 一計數要捉你這樣做 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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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倒閉的廠 現在希望國內的朋友聽到 大家反映給你領導層聽 會死的 因為你別有用心 想搞亂的經濟呢 扯現在的領導人下台就搞了 搞亂的社會 倒閉了 又失業又成 出現經濟危機 那習近平的班底就要倒閉了 除非有人走你一招 這個假設性而已 但會不會是這樣做呢 希望你國內的朋友聽到自己的調查 是過了龍的 是過了龍的 這個事實來有人跟我反映 很多那些廠仔 各個韓國人的廠仔都是 給一個那些環保部門打個招牌 到處派人去巡邏 到處去收緊 這樣就全部倒閉了 除了環保之外 其實都很多人在大陸做生意都high 有什麼辦法防範呢 不去就怎樣 避開它 對呀 避開它 你去的話 有些就聰明一點 有些就不做大廠 做廠仔搞個體活 沒有公司名的 只是搞個體活登記 這樣就省很多的無厘頭稅 要不然你拿進來做廠 有百分之四十多的成本 就在那些行政費 現縮、勞保、古靈精怪那裡 但你做個體活就行了 那就不變了很多事情 現在很多大公司就慢慢調整 變身了 變身了 給人的小公司仔承包 用個體活來承包自己的工廠 這個都是生存的方法 但如果國家發展 這個屬於不健康的 屬於不健康的 他真是當自己是世界大國 學人家那些大的國家的毛病 等於現在法國、歐洲很多公司 現在七月份放假的 你敢不敢放假 放整個月假 過幾月的 歐洲的那些公司 跟學校放暑假 歐洲的那些公司 那些公司都要等放完 暑假去去 斯蘭卡都是回十幾日工 斯蘭卡都是回十八日 很多假期的 你學不到的 現在中國學不學到 你拿著西方世界那套 西方世界那套比較完善的法治制度 你又不學 好的你就不肯學 別人整個鼓你那些你就學 是吧 所以我經常叫那些幹部 叫做低B幹部 就是這樣 沒有腦子 現在那些幹部 不用想事 要領導說 被拖打下來照做 不敢反應 那當然是 照做 沒有大問題 特別是那些部門 你們那些 都不是那一範的人 來做那個部門 一哥就肯死了 外行 拿著那個開會的指引 要搞環保 全部收緊 那就死了 他現在會想你的國家倒 有什麼問題 那講開這個 你剛才講 我講完今晚的主題 今晚主題就是老猛統 成功出賣祖業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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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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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你與世間人來講 你用錢來計算 是否成功 走路 到金融 去港 準備 免得住 小博 那個小博 成功 成功 中圓海控股 成功 用價錢來購買股份 我們作為中國公民 你這些中遠海控是國家企業 為何你買到十三元 有沒有評估報告 是國家錢來的 國家錢即是人民錢 現在我們挑戰中央政府 為何明明十元的市值 你要買到十三元 你不明送錢給董建華家族 為甚麼事 或者你買到這麼貴 又抬底錢還出來給你的幹部 即是機會太 即是被人涉嫌內幕交易 我們是買貴的 大家看到這個壞蛋 我們當董建華這個老猛董 是國家的妖孽來的 由香港上場去搞到衰到現在 不要進步 八萬五 第一它最嚴重的就是破壞香港的法治 一上場叫梁愛仙 不要告胡仙 胡仙是她的朋友 第一把刀一下來 它破壞了香港法治 接著 接著 放了高官問責制 沒有人問責的 開了那麼多個位 你看年年年資了多少錢 那十幾個局長 大家市民很慘的 全部都是這個黑衣垃圾做出來的 現在它還在那個期間 它的公司就倒閉了 又被他走去上海圈地 建了東方花園 東方廣場 什麽什麽什麽 李嘉誠又在北京 又在搞東方廣場 每一半都為自己自肥的 你自己賺錢無所謂 但它是傷害香港的命脈 所以這個人是該殺的 所以一定要遷就他 林老一日中風 一日那些無靈種毒的cancer 唯一無靈種毒的病 讓他們獻世是對的 可以借的了 可以借的 這個是社會的垃圾 那麽也看到中國政府是用人不當的 完全是沒有用人的能力 中國共產黨 不懂用人的 你說你一個政府一個黨那麼大 你連用人的都不懂 你看他抓幾個貪官 那個貪官都經過審核才升到官的 那你是不是用人錯了 不貪不升 每個都貪 沒有一個國家這麼難不忍 是吧 三部級的人都抓了二百多人 這兩年 哪裏縫官都會貪 你怎麽用人呢 你整個制度是失敗的 如果你的制度不改的話 你多幾個王岐山雜大大都沒有人用 辭職做乞丐的 今天我們看廣告新聞 那個最近來到香港拍地拍好貴的那間海航 海南航工 將他的資產股票抵押了九成 這不是很危險嗎 是否很危險 你說是很危險的社會 所以是一個很不健康的世界 中國現在變得很不健康 又跟著外憂內患 那你做一架 二手航母 廢鐵的航空母艦 人家當廢鐵 沒有租交給烏克蘭 烏克蘭拿出去拍賣 當爛鐵賣了 然後買了那個人 就找一些勺頭串謀 就升了很多倍錢 賣給中國海軍 好帥 然後再搬錢 把廢鐵航空母艦 弄個學出來 弄個樣子出來 現在大家看到的廖東號 就是那一隻 廖寧號 廖寧號 因為它那些鋼水 在航口 我們根據很常識 是吻合不到的 如果它這艘航母艦 在太平洋 一大浪來 它一定會斷開兩缺 不用被貨船撞 會自己斷開兩缺 更厲害 因為你折陷口那些鋼水 你覺得鋼水搏到俄羅斯 那些鋼水搏不到 吸數不同 吸數不同 融合不到 你最多用那些鋼水 你最多用那些鋼水來燒它 就融合不到 是鋼水 鋼水 所以現在它知道壞 來到香港就無厘 整個天黑了 我們看到畫面的電視 就以為在1940年代 那些火船經過都出煙 就是這隻東西 大家看到的 是否搞笑 好了 現在知道之需 之需改話題 那些東西要來做訓練用 這麼快退 退 現在說是要來做訓練用 知道 好了 但你要來訓練用 海軍這班外交部 就沒有腦 做這麼貴的東西 你拿出來要沒有揚威 所以說大鑊 變成製造了美國和日本和印度 就聯手 又搞海上演習 不過現在他們在搞演習 美國、日本、印度 那些共產黨又搬些什麼 又搬一隻出來 搬來搬就只有一隻 沒得搬 所以搬些什麼出來 拼在籠底都得一件廢鐵 航母改裝的 你不是是史話來的 為何要扔到一千億出來 都做不到一隻 三十幾億開銷一年 這隻東西 服侍他 但晚上上不到機 你跟他打仗 他就說 明天睡一會 明天睡一會 一會看 你搞笑嗎 共產黨 你習先生搞什麼 軍委主席我們習近平做 不需要看東西的 不需要看東西的 讓那些人在裡面 我們中國人才來的 我們作為中國公民 有權車子 你不處理 你搞什麼 啊領導 啊國家主席 你怎麼看當啊 你丟中國人減啊 印度人 我們記得 百多年 二百年 那是排美的 印度人 被那些人可樂 也不想到 鬼鬼祟祟祟 在這幾年前 那些可樂進去 他整招 說可樂 喝了會生癌症 那些可樂 做了一些數字 那些數據出來 事實是 但有癌症的 印字 那邊很古怪的 百事可樂 可樂可以走下去 可樂是不行的 可樂呢 是啊 在南加 在南印度那邊 百事可樂是OK的 可樂 那些可樂 那些可樂是不找到的 那百多年來 印度人不同 美國都打交道 那共產黨 可以迫到印度人 要抱著特朗普的 那種力 旺舊 你外交部就失職了 是不是 還搞得到現在 在中印邊境 拆滿那些西藏的 雪山獅子旗 西藏獨立旗 拆滿了 那你外交部搞什麼差 你沒有評估的 外交部 中國外交部沒有評估的 一出來 我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是歷史痕跡了 沒有人 沒有人 現在你又拆滿清朝 中印邊境的合同 拿出來叫人遵守 如果印度人說 你的歷史痕跡了 那你沒有人 那你外交部養什麼人 我作為一個中國公民身份 挑戰你中印政府 你的外交部搞什麼 你有沒有說出來 好啊 如果你說中英聯合聲明 失效呢 英國可不可以狠狠回來 都可以 當你交給你中國 他們說失效嘛 是不是 你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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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古惑仔 做爛仔 發爛爪 胡亂說 那就丟人搞 你是國家來的 你是外交部 代表國家 不是胡亂說 胡亂說 但他們習慣了 哪一遍不是胡亂說 用那些各方各面 整整整自己中國內部的工廠 又用環保 又用勞保 又用現縮的各方面手段 讓那些人不可以開廠了 那中國的經濟就崩潰了 第二呢 就在外面 就連那些暖寢厄 就丟咬你習近平這個合身的架 那些既得利益者 想扯他下台 這些是有陰謀論來的 因為你做那個行為 你沒理由不懂得評估的 你不懂得評估 你怎麼做外交部長 對不對 你不可以說不知道 你做領導人去到這個階層 是不得不知道的 是不得不知道的 因為下面的地方 下面的人不只會給你建議 決定由你自己的 下面的人可以下決定的 要不要你坐那個位置 下面坐得上來 意見你可以下面給 但到最後決定是你自己的 那你怎麼習先生搞什麼 真的大家想想搞什麼 阿德拉 你經常說幹部沒有能力 這樣看人的能力 要用什麼方法才看到呢 他不會告訴你 各個人都不會告訴你 我無能的 那你很簡單的 你譬如說 靜一下他究竟那個能力 做到什麼事 你找一些小的事 看他交不交代 守不守時 最重要是守不守時 第一不守時 就不可以用 沒有責任的 沒有責任的 那當然 你那些下方的人 有些適宜執行的 就不適宜去思考的 你自己都有責任的 就是你和人不當 不是他有沒有能力 是你自己沒有能力 不是別人沒有能力 你不適用他的能力 是啊 你沒有能力 不是別人沒有能力 是你自己沒有能力 用一個人 這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現在你選梁振英 你就沒有能力 當年選他用人 用人不當 你選張曉明 我都來香港 你就沒有能力 就是你政府 中間政府 那個組織部 或者人事部 是不懂得選人的 選錯人 擺錯位 就出事了 你選一堆土共 在這裏 搞憑黨 找品質 是吧 搞社交 為何提四個字 都可以賣千幾萬 為何自己騙得自己 是吧 最厲害就是搞賣堆 是啊 你那個是很大件事 你全部是共產黨自己 是低B搞出來的 那些事情 他們會害臭 是啊 共產黨不會害臭的 是啊 這個世界低B 不止中國 因為他不知道 那個醜詞怎麼寫 所以你沒有人去扶龍 他有權力 插在手 他都不肯理你 他不肯理你 你明白 他不肯理你 他不肯理你 現在你 你梁振英 早年還未落台之前 你搞什麼 他都不肯理你 專門跟你打對台 是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悲奇 是令到社會不會前進的悲奇 現在香港一樣 有些搞民主的政棍 逢政府什麼東西都反的 他是為反對 反對的 他是說的 但是他做不到的 他反對完之後 叫他給個方法 他做不到 站在那裡 是吧 所以 這個是 一個死結 但是死結 是有技巧 解讀的 當然那個領導人 是很有經驗 有智慧 所以他 林鄭站在上場 宣佈大和解 就是一定和解了先 不要動大家 不要為鬥氣而鬥氣先 那他自己要做些事 才問了那些人 研究過了 大家討論了 才拿上行會 或者立法會 那八九的時候不是的 問人都不能問 求其推出些方案 等於現在他說 為何他委任教聯那個聖賽 為陸副局長的人 都那麼怒氣呢 那就是你自己沒有去評估 那你這麼多左派的人 有些都好過這個八婆 那個聲譽 那你不委任別人 這個就是民意來的 這個不是說 你將他擺了說 這個鬥真 用這個人都做不到的 我們那個權威哪有 你現在自天下講權威 你要幫這個八婆講權威 拿權威嗎 你是看個大局的 社會命運 不是蔡若年身上的 蔡若年 知不知 你怎可以擺這個社會的安危 擺一個八婆身上 你沒辦法的 這個不是輸的 這個是協調來的 這個不適合我另一個 那就下班吧 你沒必要幫那些人支持 是沒有意思的 你剛好懷了上去 天天就加吵架 吵架 那你很厲害 共產黨天天吵架 是吧 下面有線 那些人的行為是頑皮 那些人的行為是頑皮的 他拍了黃坤瑜 是一個教聯兩個陰家產 搞了那本那些 愛國教育出來的那本教材 拿了五千多萬的 做了一本東西 很敢去搶 很敢去搶啊 這班人 那你共產黨你不知道嗎 你中聯邦 你中央政府 那些第六中隊 或者他有得分啊 那你不搶 為何印本那些東西這麼貴 那班人不是人話來的 加大歡喜 那班人不是人話來的 如果你中間政府做些事出來 違反了社會的倫理 違反了政治倫理 違反了社會的制約 人家反對你是應該的 那當然要吵的 不公道嘛 即是不公正 不公正 現在那些人就出聲了 就說 為了那個 你不給那個 左派的姓蔡的八婆做這個副局長 那五十億就會分贓不民 那即是怎樣呢 原來又是為錢 看那幾十億的錢 你記得黃坤這些人 全部這些教育家 斯文敗論 那些為父不仁 一堆無腦的土共 一堆低B的槓桿 一堆唯恐天下不亂的大小民主政軍 那香港便玩完了 但我補充了一句 我寫了貨設文 你們不用怕的 你要有智慧看到 光明和黑暗的轉彎點在哪裏呢 你就站在那裏 公死又欲食 婆死又欲食 你想他鬼化 但這個是心無能 由光明和黑暗 哪一點呢 升又贏點又贏 唉 你不用管他 我們找到錢 找個美女 幾個美女 陪著 扮猛吃雞腿 探啤酒 吹水 你倆都是鬼犯 不關你的事 那些人 這麼低檔 靠去出賣尊嚴 出賣靈魂 走出去 埋堆 埋共產黨堆 埋棋 或埋民主政軍堆 走去 拿幾萬元的工資 做立法委員 講那麼多不忍耐 你看見都累了 做人做得那麼忍耐 你也看到英國佬是很厲害 但不用放下錦囊給你玩 你都玩到你借了 明知你們就是這樣 等你玩到亂了 美國佬、澳洲公司 拿些工程 整份合同給你 現在就在這些工程裏作弄你水 超級又超級 幾個人在來 你掛上去搞政治 吵架就真 他就在你香港第一天摸水 對不對 你看醫管局 每年買頸多藥 限制你的年輕人讀書 要打十口八口針 不肯打就不給他開課 打到你的年輕人身體弱了 沒有了免疫功能 系統不成功的 那就寧願死了 小朋友多病 你看他的年輕人 考驚完事 不知道他是否這麼年輕的 又玻璃骨 又白髮視障 又水神經萎縮 一個人過有病的 讚他說聰明 看着这些辣东西,全部病的,怎样呢,这些大人呢 提醒家长的针可以不打的,他不想给你回学,我就不想回学,他不想打针 有一两种你要打,就不用打那么多的 串谋了,药厂,医生,咸咸咸,怎样做呢,找起病毒,打到你那人没了免疫功能 删了这个针,看到那些人一抵抗你现在很弱的 好了,整群人呢,所以这些什么状元啊,什么成的,个个个个头六个都说做医生的 就是政府浪费那么多钱,培养这帮人出来 父母,培养这帮人出来,他的目标是做医生 穩泉啊,难道真的做政军吗? 做医生的,那你的人财出奇都是出过医生的,那社会有多少可怜呢 没有政治家,没有哲学家,没有艺术家,什么都没有 没有,连看电影也不懂,看电影也没人教 哲学吃饱饱的嘛 看电影也不懂,你财不财? 如果你说,喂,这么辛苦出来,真是为了养妻婦女的 不用读这么多书,读得这么辛苦嘛 所有人都懂的啦,娶老婆三仔 要不要学啊? 所以这个教育就不太好,那你为什么不想老婆养你呢? 会被人说吃饱饭的 我怕饱饱你说 有饱饱就行了 够怨熟 现在你叫四姨太,何麦琴,家妙,神体会不会怕人吃饱饭? 最怕就找不到个四姨太 多怕我吃饱饱 是不是?全部选错了 朋友提一提他们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有病的小朋友 有没有人认识他们 就不妨在星期六来一来我们万福介绍他们 因为陈医生又在这里,我说在这里 帮他们看看,我们不收钱的 我们二四六呢,有些学生帮人做保健 我们是不收钱的 那些人自己醒学生呢,我们又不光舌 就是你觉得人做了辛苦 你给他一百几十去喝茶,我们就不理 但我们万福不收钱的 我自己本身更加不收钱 那大家有些朋友,有些奇难习症,古灵精怪 想拿一些意见的 那或者星期六或者二四六呢,我都在这里 星期六有医生在这里 陈医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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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聚集合 就可以立刻给你一些正常 正确的意见 你如何去调理身体 那如果大家认识到这些学生 有这些古灵精怪病 那些人呢,你不妨认识到他 叫他来找我们看一看 看一看,看一看是没有吃虧的 因为香港来说的医学是落后的 落后的落后,落后很厉害 连整拿都落后的 在香港 为什么会落后呢 为什么会落后呢 因为香港不是国家的智慧 你自己没有研发 你没有新东西用到 你要经别人国家用过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说OK了 已经几年后 你才再到厅打买回来 你已经勾了 你明白吗 现在就算你同学生在这些孙子落后 是不是落后 特别那些经济学 都要过了期的 是不是 不更新的 你照他这样来搞 你刚才就输死了 是落后的 香港是事实落后的 是非常落后 因为他在香港那么落后 我才能够赢到钱 那么冷安我 大家冷静着 我天狗机在手机里 你都输给我 因为你的思想落后 很简单 年轻人 因为我们是公道的 公平交易 你打给我看 我摆在那里 我打出来 连续三谱 人百多分 连续三谱 就卡了 是不是 大家公平交易 就是说 你为什么你的思维 和你的视野 你的灵敏度 是那么弱呢 那就输了 如果你这些人才 你进不了金融市场 你会输的 因为被人欺骗 阿松介绍来 有个好东西 有几个号码 又输到 是吧 睡了 是不是 睡了 香港人 不忽然被人碰 他呢 前到 是啊 第二个问题 你有个学生 就学了木方 那帮朋友的妈妈做了保健 那收了一封禮仕 应该怎么处理好呢 有两个情况 第一个可以捐三成 将收那封禮仕 不管你们多少钱 你将三成捐给东麻三元 当帮他做了好事 又可以捐一半 自己留一半 自己用无所谓 因为你要浪费时间 又要坐车去帮他做事 付出一个服务 这个不需要解怀 那三成是最正常的 我们认为自己的环境好些 譬如他给了一千元 你捐了五百元 给东麻三元 就当为我做好功德 让他们的病更加好 他的钱又帮了窮人治病 这个是最好的 就带晒就无为了 对吧 因为你不是行医 行医挂正牌可以代杀 要是灯油火纳 那你做三成都很公道 你收五百元 就做百多元 给东麻三个元 那你帮了人 直接收回钱 你不收钱是不好的 他病都是业障 他给钱你照收 但是你做回功德给他 下次见到他 你上次 你给了一本历史 我和你做了部分 在东麻三元 就告诉他 这些很开心的 那你说医学 香港医疗这么落后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防癌症呢 整天都说 每个人都说有癌症的 他一定要避 如果住九龙区 新界区要避免那些水 东江水不能喝 第二 真的避免那些动物的头 就是不吃那些头脑 腊 腻 内脏 不可以吃 因为那些动物 他临死被人栽杀的时候 他有很多怨气 走在身口耳上 充满那种毒素胃 你一吃下去 自己种植 那种怨气 都放在身上 要避免的 所以要避免的 要避免的 如果已经有初期癌症 那些更加要避免 没有也仍能避免 我们都很清晰的 多了吃鱼 菜 海鲜 带子 蝦 鲍鱼 挺好吃的 是啊 OK 但你买那些 急凍那些不贵的 你一家市场买那些 一家市场买到几十元 是不是很便宜的 急凍那些 不贵一点都不贵 我比较喜欢买青鱼 你不需要买油水 那些急凍那些 急凍那些 急凍鱼都几十元 抵食的 不是 青鱼好吃 那就各式其式 但急凍那些是OK的 隔一栋一样 新鲜的 但那些 有时候你找鱼 找汤那些是有益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但水最重要 那些漂亮的水是解毒的 你不一定要和我们买 那些水卖得很便宜 即是要我们那一级 的瑞士山泉水 那你去维康 那些法国泉水 有些卖到三十元五公升 那些最便宜的 但你真的家里那麽多人 你一旦避了它 避了大陆的水 那你买了法国泉水五公升 当然那些抗物质 没有我们那麽漂亮 那你便买部分 我们少要混合来喝 那我们瑞士山泉水 那些抗物质漂亮 你一个人喝几支 不用天天喝 補充那些抗物质 那些元素 我们的抗物质元素是漂亮的 那你混合法国泉水来喝 就是一流 喊钱 如果你真的经济环境好 那你长期喝最好 长期喝水二三盆水 他还有一个原理 就是改了你的命运 那他 很紧的 很紧的 大哥 你在家里 你很简单 我家里 就是我自己 这裏都一个瑞士机 我全部都认为瑞士的 喝水瑞士的 种花泥土 瑞士泥土 现在世界上 最优质的国家有钱 最安乐的就是瑞士 那他的气场 进了你的身体 换了些血 那你就升级了你的频道 不同普通人 那你就改了你的频道 你的频道不同 想法不同 思想清醒不同 那你的制欲一定不同 认识的人都不同 就是这样改了你的命运 一方水肚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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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就有这个人 为什么我那个肉扣泉水 那么厉害 为什么我肉扣泉水 一定要指定用瑞士泉水呢 就是换你的血 你练完经 那肉扣 当然那肉扣 我们有四十九日以上的祝福 在那里 那肉牌 你放在那里 然后你喝瑞士泉水 你自己祝福回家人 他进去的气场完全不同 那你喝这 你每天练完经 喝了水水 你没有那么怒气 你知道吗 你在公司没有吻诊 你知道吗 大家很多人告诉我 听我的效果 你没有吻诊 你没有吻诊 就少人弄你了 你走出街去见客 没有吻诊 就多了生意 多了耐性 是不是 忍仰 你不是用个忍字的 你只是觉得 你会聪明了 那些不应该吵的 他不懂的 正常 那你就会慢慢 铁给他 有耐性 那个不是忍的 你是懂得包容 不是忍的 包容了 他对手是蠢的 这个就是改运的 我们的随意泉水用的 那些就要指定用了 我不会叫你说 你买个玉溝 找个泉水放入 不是那一回事 我要靠水的力 静的水力 等于以前那些神达 茅山师傅 他都要找静水 才会再发 那些水放过 累了 才会来作发 不是立刻在水流 没有人在水流 做一碗水 出来做咒水 对不对 对不对 没有人立刻在水流 做一碗水出来 纳乎念咒 有没有见过 一定要静化 一定要静化 所以有这样的 但我的水智船水 不用静化 他入你的身 然后你自己念那个 陆口船水的力很大 所以很多人买 是有原理的 你去买几万元的风水 放在那里 有数据的 但这是我们开了一个法门 就是说 大家香港人 遇到一些政治冲击 每个人不肯吃 这么辛苦 家里有这么多怨气 如果身经不好 就常常回家不开心 不如教一套方法 在家里自己放个钱箱 做些功课 和家人祝福一下 那你的水祝福完 给家人喝的 子女 对不对 那是不是一个好事呢 一次过而已 我不是叫你过个月 要交会费给我 一次过 你自己用一世 用一世 整家人自己用一世 就是一个玉扣 这个是方便的 就是方便 在这个时代 它设计一套 因应这个时代 是帮到人的法门 一个行门来的 一门功课来的 改运的 又要告诉你 向东方 又要做钱商 又要存钱 存钱 拿个东华三年 因为平时你没有 天天摆钱去做善事 大佬 但你买完 扣船水 你自我做 你就做些善事 你摆一元就好 两元就好 十元就好 你自己的生意 但你都有一件善事去做 真是日行一线 就是同军的隔夜 生活的话 开些行动生活 是因应我的社会 因应我的社会 好 第一个问题 不知是否医疗事故出得多 有网友的家人 很不愿意看医生 那怎么办呢 又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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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他整个制度不好 整个制度 那些人传回来就肥上瘦下 整个制度好坏 如果家人不喜欢看医生 就真的很乱俊 那他不会看医生 那你反过来 你找个医生来看医生 那他上门 你不喜欢医生的话 你不是说叫医生来特意乞意 帮他看医生 你当有个朋友做医生 喝完茶来探他 买烧烤蝦丝给他吃 在那里聊天 对 对 你对那些 你自己是孝心 孝道 你没有环境 没有办法 帮你不了 你给得起 那你多给几百元 那我中医 或者西医好 中医好 请他上门 但他们不是说 黑业 明天我叫医生来看医生 你这样也会死 真的有些人业障重到这样 我刚刚有个同学 没有见过来源 他做医生 我去喝完茶 他特意说 你想来探你 买了些东西 请你吃 那我就跟他去 他当是聊天 聊天 那一家医生就自己会做的 看你玩些多 帮你把纹 不用钱 他最紧要是不花钱 那种是老人家 最紧要是个钱 是的 最紧要是不花钱 他当是赚了 有些人是很怪的 他觉得你给钱 他都肉赤 哇 那么贵 看下不几千元 他肉赤 他就不捨得 因为上一代的人经过打仗战乱 是很害怕的 有没有读书 那些老人家 有读书 是的 所以他的思维是不化的 那你就陪他玩些不化的东西 是吧 是的 所以要有技巧 又有技巧 要有些耐性 他不去看 你就找个同学办 是同学上来帮他看 自己禁终给钱 第一个问题 那说一下 阿Donna 你说那些人没有水准 现在好像世界普及怕 那些人没有水准的事 不停地出现 他儿子是女婿来的 儿子 大儿子 是 他女婿又被爆另一核 那她女婿又出事 那她儿子又出事 那女婿又出事 是的 那女婿又出事 那女婿又出事 逢是每一個朝代,如果你找那些家眷群帶關係進去官場,就最危險 他會被人害的 你都未坐穩,你就安置那些家人,不用去牙位,這個是范仲珍的 他的女兒是個公主,他也是范仲珍的,所以看到人的水平很低 你民主國家,極權國家都不可以,很多仇家,裝你的 所以他是女兒子女遲到出事,他不知道美國的制度,聽證會 很多委員會搞完一個一個一個,無難到你散了 排山倒海來動你,特別他那些傳媒後面的勢力 你熬不到,你看著他,看著他熬到,開了請證會 公審你,等於立法會那些特權法引用,公審你 他來找我大法官,做一兩整來出事,很辣,所以他出事不出事 他沒有得望,沒有建立到威望,周圍燒火頭,哪有燒那麼多火頭 還有他有一座大忌,他突然間跟俄羅斯這麼親意,政治上反了大忌 那些議員立即反對到飛起,現在還有一座老鬼是仇共的 仇共的,這個人都沒有什麼政治智慧,但他出事對世界都不是好 我們世界引起了經濟震盪,大家又要陪葬,所以現在大家準備 負責經濟震盪比較好,拿現金,真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現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在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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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打 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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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任何方法 看那個問題 那Dr 有朋友經常回大陸工作 小不免 年輕人 花天酒店 回到來又對著老婆很內疚 為何搞呢 他沒有跟老婆申請 申請甚麼 滾 一般人不可以申請給老婆聽你滾 這個要很高手的 要做到很多好事 那你就申請了 我做好事多 好事多位 做好事多 做到要叫他提出的 那就難了 一般人玩不到這個遊戲 是老婆叫你出去玩 是不是很難 很高難 我說得少 是不是 百分之百是難的 做到 那如果你進入大陸 你無可避免的 第一你要安全 記得給錢 不要走去那些煙花酒地 幫人談情算外 不要走去那些煙花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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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衣戀 記得要付錢 既然你付錢,安全就說你一定要有防疫措施,不要重招,又是致病,又是性病 一定要大,不要膩不切,細色不對,大夠兩個 一完事就當是忘記了,你就不會內疚忘記了,你不帶著回家做甚麼 那些過家民現在就教你要忘記了他,你不忘記了,你依戀一個女孩經常找他 如果你每晚不同,你就一定不會的,對不對 他又去親戚去找哪個媽媽,哪個有沒有上班,那一隻 多數是這樣,你就會帶著記住這個女孩 就是了,你經常找他牆熟了,你就會有印象 如果你經常變陣,你就避了這個 我怕被老婆知道,你搞那麼多個還死,還大罪 不是,你是斷鋪計的,你有能力搞的,你就搞,沒有能力,你就不要搞 但你要付錢的,水流花只有兩毛錢,但當然最好就無謂搞 但有時候你和朋友出去,你少不免的,你有宗旨的 我當保健而已,保健不收光,洗個嬰兒,走回去睡覺,甚麼都不要記 那你也不需要內疚,你當去快餐店而已,就不要想那麼多,無人為了 你想太多了,你玩就玩,你都想那麼多 人家玩了,你都害怕,怕被老婆看到火柴盒 那你自己是旺居 跟著被老婆審問,我覺得很餓 我們很難叫人做性人的,你都是錯的,世家無性人 你都是自己騙自己的,人性就是人性,但你是公平交易的 但你分清楚家庭又家庭,這些煙花酒地,風花樹 水流花是人無情一定不忌,那是沒有影響你的 那你就不要沉迷,那你就看中吃飯,那你就不要主動去 有時候去到你去訓練自己,幾年間朋友去,我會否去訓練自己的定力呢 那我就不去街,不去街,不去叫小姐坐 不去叫小姐坐,不去叫小姐坐,不去叫小姐坐 不叫小姐坐,不叫小姐坐 不用欠朋友的人情,知不知道 我是陪隊的,自己坐 是吧,抵個問題,訓練自己的定力,抵個問題 那,Dr.你上次,其實都有幾次,你都說 那些財經官員沒有了,用一招可以賺三千塊 那,到底有什麼方法呢,網友不相信 一般人做不到的,說你脆水 不是,譬如說,我很簡單的,我去到,出去市場 買一種特別的樹葉,回來寫一個字在這裡 作了法,那就有人買的了 有人訂的,別人哪做到呢 做神軍? 類似的,又不是軍,他有人買的 你現在那些符包著在這裡,平安符,物道符在這裡 掛著都有人買的 你找一張王子回來,真的整了,接好了 拿著那個午時11點,為何要10點到12點要收工呢 11點就開壇作法了 一搞個放生法,會說現在限量版有十幾封那些 護身符,誰要,誰要,可能要的 那些就是能力了,你做不到的 你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 不是,找鬼信 我們那時候那些人去,有個,上海街有個,登山市街有個廟堂 求那些審查都不便宜 向龍灰 他那時候每個初一十五開扶機,限看幾多位 就有些審查給你的,都不便宜 但他真的有法,他真是靈 又不真是靈劇嗎 有,如果不靈就執著了 特別傳真教那些,用那個單紙醫病 有些手指醫病 那不就真的有苦 有,有,這個是很深厚的學問,不是你普通人世間知道的 那香港現在有真正的,有道行的傳真派到此? 有傳真派到此 天一聖教好像是醫病的 天一聖教是醫病的 很多開壇醫病的 那都不是全部的神君 不是,不是,不是 沒有這個名字那些,反而不是神君 有名字那些是神君 但天一聖教那些不同,天一聖教那些都不入流 都亂了,就算現在你和人生存 那個金藍官都醫病免費的 甚至私藥的,他又開扶機又成的 那一檔是潮州人下去的 在紅水條那邊,是金藍官,大臣生日子 很多年了,他是在潮州人帶過來的 他那個就是私藥的 有些正統的道統在那裡? 有,有,多數是道家的人 有些有善生的人,修圖的人 那就不需要教神君 有一點功夫僅有,是嗎? 我們類似,有這些功夫的話 你可以整個財富增長的符給你戴著 放到來買,是嗎? 一個賣三千元都可以了 不用賣十個 你想拿一張朱砂紙就整幾個 一百元買很多朱砂紙 是不是? 你買那個朱砂紙就幾個 買一支毛筆,買一盒朱砂,買一塊黃紙 百幾度,有錢嘛 怎麼沒有錢呢? 告訴你,你有沒有人買 你沒有,我有 你當然輸給我 還有限量版,十到八度 對,第二個 給我一個例子,不要說別的 阿DOTTER,這些不是比神君還差嗎? 呃 這些所謂慈善機構 通常很少爆出來的 這件事是馬匯爆出來的 對 馬匯都爆了 慈善機構有多少還沒爆了 這樣搞法 馬匯經理,攝片二百多萬 馬匯這麼大的機構 我們也有時奇怪 經常裝修的 無厘頭 無厘頭 裝修完還比以前更高 那 回歸之後 是否好像這些 馬匯爆鑊出來呢? 應該他們自己要檢點 搞到很多無厘頭的東西 還有每個月印刷品 是很浪費錢 很無謂的 因為你都沒有人看的 你擺個網上,你這樣看就算了 印刷公司 是不是那些董事做給我做呢? 這些就 我們是專門斷人才路的 你這本要的,你可以給錢 編一本給你 你給錢 做了電子板 放在那裡你就看 是 那你不用萬補 印那些東西 我們都回來調給他 給我們 現在都不肯用 現在都進行個 毛指印刷 對不對? 所以他ICC要拘捕 這些人投訴 第二個問題 問題問了 還有這些機構就最多 是不是? 剛剛收到消息了 現在還在播 現在正在錄 現在剛剛收到消息 劉曉波過了 就抓他一路好走 就是一種解決來的 抓他往生善道 不受後有 這個是等流生的說法 人有人運 地有地運 世事都有他的運 有些未夠七歲又死了 現在世間還天天都有人在死 不停有人在死 其中一個 只不過是涉入了政治那裏 但這個當然 中國共產黨到現在 還未被人看到 有致密的一面 我們不要講進步 就算你極權國家 去處理一個罪犯 都不是這樣 都不需要處理到賴此賴料 不會處理到這麽醜怪的 是沒有需要處理到這麽醜怪的 哪次不搞到 就看到中國共產黨沒有人才 內外都沒有人才 經濟又出事 外交又出事 處理香港問題就亂搭 搞到現在又要收拾殘局 是吧 看到沒有人才 沒有人才 沒有人才 很遺憾鄧小平先生 不長命多幾十年 沒有人才 沒有人才 每個掛著貪污腐敗 升官發財 你連香港那班人 都沒有心做好的社會 他們應該遊說到中間政府 香港七百多萬人 你有人去搞沒事 百多年來都沒有人搞獨立 英國人那時都不搞 對嗎 怎會無緣無故搞出來呢 他用屎坑計 借搞事為名 那班土共和中聯邦 其他人勾結了 就可以拿經費 養著一班愛志投的人出來 那大家分餅仔 埋堆 賺食 這樣死的 就是個全身不良 民主黨派也不肯看幫的 他又打過這樣的招牌 把握社會 握市民 把所有商品出來 籌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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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鬼散當 就沒有人散尾 那些錢 你搞個黃之鋒 那你不家產 著開浪腹出來 叫做政棍 那你不就是不賭 那些幫無政業 對不對 真的 所以就證明中國政府駐港的幹部是無能力 不懂做工作 真的不懂做工作 有些事情不需要說 愛國不需要叫人去愛國 你要搞多個玉書 譬如他搞《七一回歸》 你說他哪場show搞得好看呢?沒有的 大紅、大綠 什麼低B遊戲都搞得浪費這麼多錢 每個區都搞數 只有六億、七億元 沒有一個就沒有一套好看 沒有一套搞得好看 你共產黨就沒有人搞 你自暴期短 是不是? 那你半天是遼寧號來 浪費這麼多油 勞民商財 給那些低B的人去讚你 你醜怪的 是不是? 那你整個低B仔讚你威水 你說共產黨有多昂糕 整個廣場大媽讚你好東西 那你不破壞街 所以就證明那些幹部是無路的 所以有排進步 中國的視野 觀點 各方面都不成熟 為證就不在多言 我慶祝回歸 65歲以上沒有物業在手 沒有納稅的人 每人派一批 收工 從現在開始一年內 星期六、星期一 你們出去坐車的全部兩元 搶車的免費 你們會收工 為何要搞這麼多東西 為何要搞這麼多東西 那他們用水卡的 然後在電視台 選了幾套大電影 在那裏播 買電視台時間 叫人看好好的電影之後 寫文章 拿幾千部iPhone出來做獎品 多少年輕人在家裡看 你們兩個看完寫文章 賭足獎 最新的iPhone 我要 余定喔 iPhone 8 你說多不多人寫嗎? 你那個禮物要加碼 沒有iPhone 6 iPhone 8 iPhone 8 那些禮物多人寫 多人寫的 那些什麼小種 文物小種 沒有水劇嘛 全部吃白粥 怎可以的呢? 所以你們政府完全是多難餘的 是吧? 完全沒有做好工作 有些什麼字幕 在小萌會歌唱祖國之後 有《墳塘》的第八集 之後有一個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 是講一些蝴蝶在他的溫室裡繁殖的 大家看看這個生命最秘密 最秘密就是蝴蝶 它變幾次新的蝴蝶 完全變態 就是變幾次新就飛出來 你不知道這些顏色怎樣來 還有蝴蝶有一種靈感是很特別的 它走到我們科學家現在未知的低頻 它怎樣溝通信號 它怎樣溝通信號 那個公同那的溝通 一千里以上知道 一千里以上感應到 一千里以上也感應到 到現在科學家摸不到那個channel 怎樣溝通到 用哪個系統溝通到 是不知道的 另外一個節目 接著呢 有個俄羅斯的筆錄賽節目 是 這個是俄羅斯特根蛋 我今晚去選了幾套 又有Firmaneco的高手 有個Anna Gypsis Dance 接著有個Firmaneco Spanish 即是西班牙 西班牙的 法輪高 接著有個Sara Barras 我這個很文明的世界高手 幾套Firmaneco大家值得看 是 有個雜感的Amazing 是很正常的 那個Amazing的Firmaneco 是很厲害的 是 雜感的很多 跳得很厲害 可不可以將他擺第一個 Amazing 將他調回到法頂 那個Amazing是值得看的 八分鐘 那些高手 男女都高手 世界一級 一個自己要學我知 那個時候 另一個 另一個 特別是男生 那些男生 沒有男生 還有一個 趙國初說 比風水更加厲害 一百倍 我有一個好朋友 就是以前全國政協副主席 兼中國佛教會的會長 潔國初老先生 過了一世 我們拿到他的視頻 他就說佛法超 不 宇宙 那個因果率超過風水學 一百倍 但就不止一百倍 我個人見解 超過一萬倍 宇宙那個因果率 特別那個神秘的力量 人類未知的 就這麼多了吧 好 下個星期繼續 剛剛兩小時 過半 過半就對了 都不怕 我認識 你 剛才 有 不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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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